你好,我是Clement 我国政府为了提供更多卫生健康服务 再宣布一项好消息 如今,民众可以透过麦瑟加特拉应用程序 预约政府牙科诊手看诊 民众只需要透过六个简单的步骤 就能预约基本的牙科服务 当中包括牙齿检查和治疗服务 例如补牙、洗牙和拔牙 麦瑟加特拉应用程序 从今年3月20号开始 分阶段启用政府牙科诊所预约服务 有关的预约步骤相当简单 首先打开手机的麦瑟加特拉应用程序主页 接着选择预约 然后点击预约牙科看诊的病人名字后 点选牙医看诊服务 随后在诊所搜索栏目输入地区名 再选择看诊的日期和时间 填头所有资料后就可以提交预约 尽管麦瑟加特拉第一阶段只开放给马六甲和槟城 但如今基达、沙巴、沙拉越等等牙科诊所已经可以预约了 当中沙拉越有两个地区的民众可以率先使用麦瑟加特拉预约牙医看诊 分别是斯里安曼诊所、墓中甲旺诊所 以及墓中乡村转型中心诊所 至于沙巴则有一所诊所 那就是金纳律健康诊所 麦瑟加特拉原先是作为冠病病毒管理应用程序 如今则逐定成为民众公共卫生管理工具 随着增加预约牙医后 目前在麦瑟加特拉的预约栏目中提供九种抗诊预约 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是 针对比较复杂的牙关、牙髓治疗或者致护牙手术 可能需要被列入等候名单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这里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